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搞怪 无厘头的二郎真君 迫在眉睫中还与中心童 陈楚河等明星合作过对手细 而在其他作品《项客家人》《警察日记》《谁的青春不叛逆》《阳光下的舞者》《大宋飞闻》中 他都以精湛的演技与其副客人特点的性格魅力塑造了一个个灵动门又出彩角色 王苗于今年年初离世而夺走这个小伙子生命的疾病是未来的 长期在外奔波的王苗其实一直有未病 但因为工作繁忙 也就从来没有认真关心过自己的身体 然而疾病就是这样迅猛地生长着 一下子击垮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王苗从生病住院到离世 也就短短20天左右 这不得不让我们正是未来这个可怕的病魔 28岁去世后家人按照王苗生前的医院将遗体捐献 其实演员这个职业看起来光鲜 背后却也有很多心酸 很多演员都是很敬业的 由于长期的疲劳和饮食不定 很多演员都被胃病痛苦折磨着 张艺山就曾经严重的胃病 要暂退娱乐圈修养身体